第四大点 泰尔检户 这又是个高潮 这又是我们整个运气检户里面的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 这就是向老师在前面要讲到的 1322 1322 13是针对我们的泰尔宫内状况的检户 主要就是一个泰心的检户 那二两个实验 两个功能检查 哪两个功能检查 一个是泰盘功能检查 一个就是泰尔成熟度检查 所以这个章节呢 将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讲解 一个是泰尔的宫内状况的一个检户 那主要的检户方法就是泰心检户 对吧 泰心检户 那大家也看到了 你看这个地方的图 这就是泰心检户图 对吧 一个绑在这个子宫底这 监测宫缩的 一个绑在下面 停泰心的 对吧 绑好了以后 我们观察 这个肠子有没有宫缩 泰心的变化 以及泰心与宫缩的关系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监测呢 来了解 这个泰盘功能 对于孩子来说 只要在妈妈肚子里面 泰盘可是至关重要的 对吧 它是植物的根 是不是 它一旦出了问题 这小果子就保不住了 是吧 所以泰盘功能的检查非常重要 今年呢 在这一块也是一个新点 也是一个新点 所以大家要中间掌握 第三个呢 泰尔成熟度 泰尔成熟度 原来的旧版书呢 特别复杂 皮肤熟没熟啊 唾液熟没熟啊 肝熟没熟啊 肾熟没熟啊 哎呦 好多 现在只要求你一样东西熟就行了 别的东西不熟都没关系 肺一定要熟 肺不熟 那就麻烦了 所以呢 在这个章节里面呢 我们涉及到 特别到病理认身里面 涉及到很多病啊 叫治疗性早产 就是我们认身期 抛的有多方便 对吧 把这个孩子 尽快地从母体中免除 那就会给我们带来 多少新生儿的疾病 对吧 尤其是 这小孩肺没熟啊 肺没熟 那新生儿疾病里面 一大块都跟他有关啊 就是缺氧性疾病 是吧 有的是生出来立即缺氧 新生儿疾病 那立即缺氧 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病发症 HIE 缺血缺氧性脑病 对吧 还有一个是慢慢地 出现了 刚才是没缺氧 慢慢慢慢地呼吸困难了 叫进行性呼吸困难 叫呼吸窘迫综合症 对吧 那特别是呼吸窘迫综合症 典型的就是这个孩子 什么没熟 肺没熟 肺没熟 又叫通明膜病 肺通明膜病 对吧 所以我们要在第三大点 其实现在比较简单 我们只关注一个点 谁数没熟呢 肺数没熟 只要你能呼吸 万事好商量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块 高威尔的概念 这一块的概念呢 产科讲 儿科也讲 所以你在产科这学了 儿科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学了 而且我个人认为呢 产科儿科我都教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产科这讲得更好 更好 因为儿科那可能就针对生出来的孩子的情况交代 而产科这呢 把他整个认身期的过程都交代了 基本上 这么多条你也不要背 你记着 只要有异常 无论是你认身期有异常 还是你分娩期有异常 还是你产入期有异常 还是追到前面 前面啊 就是说妈妈有异常 之前生的哥哥姐姐这个有异常 对吧 那这一台生出来的孩子都叫什么儿呢 高威尔 所以呢 整个这一块大家来看啊 早了不行 晚了也不行 小于37周 早了 对吧 大于等于42周 过期人生 对吧 晚了不行 大了不行 小了不行 大了 去大 小了 这个小于2500克 叫低体重儿 是吧 大了不行 小了不行 缺氧不行 阿不加平分低了不行 是吧 然后呢 手术产儿不行 你破工产生的 产前助产的 不行 妈妈有问题不行 高威孕妇生的孩子 对吧 然后呢 之前哥哥姐姐就有问题 起的也不行 新生儿胸姐有新生儿期死亡的不行 对吧 还有感染不行 对吧 蚕食感染 不行 最后一个 双胞胎也不行 好 所以呢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嘛 双胞胎 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对吧 我相信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健康的双胞胎 都挺喜欢的 对吧 但是双胎人生是属于病理人生的 双胎儿 你也是属于高威儿 所以但凡有异常都不行 这样一说 你看就很好记了 结果江老师说的 早了不行 晚了不行 大了不行 小了不行 缺氧的不行 对吧 妈妈有问题的不行 生的时候有问题的也不行 对吧 之前哥哥姐姐有问题的还不行 对吧 双胞胎也不行 好 这是高威儿的概念 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早期人生的一个健康 这一块的内容呢 其实我们在人生诊断 那个里面就基本上都讲完了 这儿呢 刚好就做一个总结了 对吧 第一个 你看复刻检查 无论是双合症 还是我们的手侧子宫比高度 来帮助我们了解子宫的大小 你运轴是不是相符 大了不行 小了不行 最好就是相符的 对吧 第二个呢 你看无论是在早期还是晚期 必有的一项检查 必考检查 早期呢 一般做阴道必长 五周就能看到认身了 六周呢 就能看到配押和原始的新冠波动 对吧 那另外一个 现在是临床上一个新的 作为一个新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可能会考到 这个知识点补充是15年 就补进来 还没有考过 就NT检查 景象透明层 我在早期认身那儿 作为重点讲过了 这就不说了 从而导致我们的唐氏 综合症 而原来都是到孕中期 才能慢慢的筛查 才能慢慢的诊断 现在呢 由于NT检查的一个介入 让我们在孕早期也多了一项 不查筛查的办法 而且这个方法呢 更好 无创 无创 那孕中期的检测呢 那有手册子功力高度 有听胎心 检测胎心 二耳朵 将能进腹笔 能听到胎心了 那这个时候的B超呢 不仅能够去筛查 同时还能确诊 尤其是什么畸形的结构 像什么先天性纯恶劣 对吧 小手指多长一个先心 等等 对吧 这些结构畸形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染色体上 异常的筛查和诊断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章节 唐筛 现在都叫唐氏综合症了 那就是唐氏筛查 是吧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如果筛查出来 结果有异常的话 我们需要确诊 咬水穿刺 对不对 确诊的方法 到妊娠晚期的时候 除了定期的做产检以外 对于孕妇在家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叫胎动技术 倒不是说胎动技术有多准 现在我们在医院里面 我们是从来不依你的胎动数 来衡量孩子是否正常 为什么呀 第一个胎动时间太长 数胎动的时间太长 你看 它一般一数都要数几个小时 一到两个小时 一天要数两次 一次一个小时 数两次两个小时 累计胎动大于的 一六次就会正常 但是这个方法 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一行 它适用于孕妇 自己在家自我监测 所以胎动技术 基本上都是孕妇的一个 自我监测的方法 而且呢 我们一般也不太给 这个孕妇去解释 胎动多意味着什么 胎动少意味着什么 对吧 胎动多 有异常 怎么的还在动 说明这孩子还活的 胎动少 那很可能这孩子就死了 我们不太跟孕妇去解释 这个事情 但是呢 我们会告诉孕妇 胎动只要有异常 你就要来医院 胎动有异常来医院 那一般来说 那一般来说少 肯定就是这个孩子 有缺氧的可能 但它能不能确诊呢 不能 它叫可能 看到了吧 我们在历年真体中 有一年搞到胎儿宫内缺氧 最难的一道题 就是因为它那个体干 简单到 就是一句话 什么话呢 孕妇自觉 胎动减少来医院纠诊 这句话 你说能不能下胎儿宫内缺氧的诊断呢 肯定不能 你唯一能下的诊断 就是胎儿宫内缺氧可疑 因为叫什么呢 可能 你就需要通过一系列 手段来确诊 它到底有没有缺氧 那如何能够确诊呢 来得最快的 B超 B超去看一眼 看一只小孩的心脏 再把它调 是吧 然后通过B超 去看一下 这个小孩的心路是多少 对吧 但是要想持续性的看这个孩子的心脏 有没有问题 心率有没有问题 我们最重要的是做 胎儿的电子监护 又叫胎心监护 所以今天呢 前面 我们在妊娠诊断里面都讲过了 那今天作为重中之重的 就是给大家讲这个 这也是大家最难学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成人也害怕看心电图 小孩就更害怕看他的心电图了 但是胎儿的电子监护 看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电图 与公缩与胎动 与一切异常有的关系 对吧 整个的胎儿电子监护在江老师这儿叫1322 好 1322 好 我们具体进来一个一个的那儿看 我们来看这个胎儿的电子监护 它主要评估的是 胎儿在宫内的安危情况 那一般来说呢 是在妊娠34周左右开始 高危孕妇要酌情提前 具体的提前的一个时间呢 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呢 就提到了 我们有一年也考过这道题 就高危孕妇应该在什么时间 做胎儿的健康情况的一个评估 一般在32到34周 这个34周呢 我们在孕期监护 在那个病理妊娠里面 反复的提到这个孕周 这个孕周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说这个28周以后 都是妊娠晚期 原则上来讲 胎儿如果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经过了我们加强护理 就是新生儿护理以后 都是能存活的 但是它的存活质量 孕周越潮后 那存活质量就越好 原来呢我们的很多的病理妊娠病 都是要求满了36周以后 再终止妊娠 36跟37其实就差一周了 现在呢我们在2019年 我们的很多教材里面的时间呢 根据早产进行了一个统一 统一基本上都在34周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终止妊娠的时间 再提前 那它提前对谁有好处呢 当然是对孕妇有好处 对吧 但反过来也说明 我们新生儿的这个 诊疗技术在提高 对吧 34周出来的这个新生儿 只要这个孩子废输了 那么新生儿的整个的 这个早产儿的育 就是育后啊 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才敢 把这个时间提到34周 所以高危孕妇呢 我们的评估健康情况呢 一般在32到34 所以这个时间要记住34周 那如果说 合并有严重的并发症的 这种孕妇 那我们的合并症 并发症的这个 胎儿的这个监护的时间 就要更加提前 因为因为越严重嘛 你可能终止妊娠的时间 就越早嘛 那提前到26到28周 26到28周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 电子监护的一个 大概时间 大概的时间 正常情况 要一般34周以后开始 高危孕妇要提前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 胎儿的电子监护 从这开始 我们整个的一个教学 围绕着四个数字来说 1322 那我们首先来说1 1是什么呢 就是1极限 叫胎心率极限 这个东西说的是什么呢 是在无胎动 无公缩影响下 10分钟胎心率的一个平均值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一过性的值 你比如说我们做币超 或者是做这个 心腹壁听胎心 心腹壁听胎心 是听一分钟 对吧 如果做币超给出来的胎心 那就是一个及时胎心 就是一个及时胎心 但是它没有一个连续性观察的 一个东西 而我们的电子监护 它是一个连续性观察的 10分钟还是短的呢 我们有时候连续性观察2分钟 对吧 但是呢 很少会有孩子10分钟 2分钟里面一次胎动都没有 所以你要是想看到无胎动 那无公缩是很正常的 对吧 妊娠期基本上都没有公缩 但是你要想看到无胎动是 小孩心率的变化 大概最多也就10分钟 10分钟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说到的 没有公缩的情况下 那我们底下两张图 那这张图呢 就是没有公缩 公缩与这个胎心率变化的图 第二张图呢 就是胎动 那你看 有两次胎动 那胎动我们就不考虑 我们考虑的是 在两次胎动中间 两次胎动中间 这就叫胎心率极限 就没有胎动 也没有公缩影响 10分钟胎心率的一个平均值 这个值呢 它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每分钟的性格次数 和我们胎心率的变异 胎心率变异 每分钟的这个 心波次数呢 范围大概在110到160之间 这是一个大的范围 也就是说低不能低于110 高不能超过160 超过160的叫心动过速 低于110的叫心动过缓 在这个里面更为重要的 当然是心动过缓 那过速过速 它不管怎么样还在跳 但过缓过缓 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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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到最后就是零了 是吧 那这个孩子就死亡了 那在这个里面呢 就每分钟的心率 其实我们很好得的 而且那个瞬间 特别是高 其实没有多大的临床学意义 低当然有意义 高没有多大的临床学意义 那我们讨论的实际上 是极限变异 更重要的讨论的是极限变异 那什么叫极限变异呢 也就是说 在这10分钟内 虽然没有公缩 没有胎动的刺激 但是这个孩子的心率 实际上也是在波动的 就是忽快忽慢的 那大家看到了 你看这个小孩的心率 对吧 没有任何原因 没有公缩 也没有胎动 是吧 但这个小孩的心率 突然就快了 是吧 然后呢 有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心率可能会慢 所以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心率的这个形态 是锯齿状的 大家来看这一段 你看就是锯齿状的 会有快会有慢 是吧 那如果我们说胎儿的话 可能很多同学不好理解 在妈妈肚子里面 又是一个曲线的东西 看起来不好理解 考试还不给你图 对吧 那你在考试的时候 怎么去理解这个结论 它结论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极限变异存在 我们有叫极限摆动 另外一种就是极限变异消失 或者叫极限变频 这两个结论代表了两种结果 对吧 极限变异存在 代表胎儿健康 极限变异变频 或者是变异消失 代表胎儿 功内储备能力丧失 那被这样的文字 其实没有意义 你也不理解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给它形象化 让你理解了 理解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看到 这样的选项的时候 你一推倒就出来了 那我们怎么来理解 我们首先来说承认 来说承认 承认可能各位 你们更有体会一些 打比方说 各位 你们现在听这个第五节内容 听到现在了 坐到电脑前 可能也有一个小时了 那这一个小时里面 打比方说 你们要坐在这一个多小时 没起来过 也没 也没起来去跑步 也没有 这个 去睡觉 对吧 那无外乎就这两种情况 要不然就剧烈运动 要不然就睡觉 如果你睡觉 你的心率会慢 对吧 如果你剧烈运动 你的心率肯定会快 对吧 这是两个由于外界因素干扰 导致的你心率变化 但是你现在就坐在我面前 没动 没动 没有什么外界因素干扰 但是你的心率在不在变呢 肯定在变 没有哪个同学说 老师 我坐一个小时了 我的心率都是6、8、4每分 就没变过 就这么多 或者说 就从6、8到7、10 大不了就这几个数字 那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 对吧 那你这个心电图多吓人 是吧 那你们的心脏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肯定会受到你们 虽然没有活动的影响 但是会由于你的注意力的影响 你的情绪的波动 就会有变化 比如说 江老师想到什么地方 很有趣 对吧 你一听哈哈一笑 是吧 你心率就有可能快 对吧 或者说 你听到哪个地方 很难理解 对吧 你废脑子在理解 你的心率也会快 如果哪个地方 很容易懂 一直很平铺直竖的 你的心率可能就会平缓一点 对吧 特别在上课的时候 上面授课的时候 我说 嗯 接下来 江老师要提问了 我眼睛扫到哪 马上那个同学坐在那 虽然面无表情 头都不敢 抬着看我 但是他的心率 马上就加快了 是吧 这就说明 我只敢去吓唬什么人 我只敢吓唬健康人 对吧 以前我经常说 我说上边授课的时候 我提问 让学生提神 后来发现 有的 真还有学生 学习用功的 这个猝死 后来我听讲这事以后说 亏着这个学生不在我班上 在我们班上 我真是很冤枉 对吧 你要是说 我一提醒你 我一下唬你 你就猝死了 那说明你肯定是 本身心脏就有问题 所以一般有心脏病的人 我们是不敢吓唬他的 对吧 所有什么高危的娱乐项目 都不允许心脏病病人去做 对吧 过山之歌 你也没动 坐在那一动没动 为什么有心脏病病人 就会被吓死 就是他心脏可以承受的 波动范围太差 对吧 所以等同于在这来讲 胎儿也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的心脏 能够承受 160次以上的加速 也能够承受 以过境的 110以下的加速 那就说明 这个胎儿的心率 就非常好 对吧 你的变异的范围越大 说明你的承受范围越大 对吧 如果你的心率 既不能承受高 又不能承受低 你的心率永远就在这个里面 那说实在话 你没缺氧还算好 一旦缺氧 你就没有任何的储备能力 什么叫储备能力呀 对吧 就是耐受缺氧的能力嘛 对吧 你像我们每个健康人 都能耐受一段时间的缺氧 比如说每个人憋气的时间不一样 心脏病病人是不敢憋气的 一憋气搞不好 就敲了 是吧 但是我们健康人都是可以憋气的 但每个人憋气的时间不一样 那你就是耐受缺氧的能力就不一样 那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讲到的储备能力 就是我们讲到的储备能力 那胎儿为什么要储备能力呢 其实这个能力在妊娠期 其实作用并不大 为什么要 因为妊娠期孩子的这个 血氧 主要是靠胎盘供给的 主要在什么期特别的有价值呢 分娩期 因为一旦开始分娩 妈妈就开始有公缩 公缩的时间 子宫在强制性手作 子宫的螺旋小动脉全部关闭 对吧 那么胎盘就没有血氧供给胎儿 那也就意味着在公缩期 胎儿是接着再缺氧 那公缩多长时间 胎儿就缺氧多长时间 公缩一旦解除 我们就希望这个孩子有很强大的心肺功能 对吧 有心脏功能 循环功能 然后就纠正他的怎么样 缺氧 是吧 所以这个储备能力就是在分娩起用 所以一旦这个孩子胎心率极限变平 妊娠期问题倒不大 对吧 但是这个孩子绝对不能够自然分娩 对吧 所以胎心率极限一旦变平 我们在领导上经常会说 哎呀 这个小孩的心率好平啊 对吧 哎 这是一个实验 后面会一起讲的无印记实验 如果这个孩子的心率反复错 都是这样的比较平 我们就会建议他不公差 因为这样的孩子是没有办法耐受分娩那么长时间的缺氧的 所以在这个结论里面 我们把解释解释完了 最后看结论 结论就是呢 有可能别的病那个地方会讲变异不是一件好事 对吧 但是我这儿胎心率极限变异是好事 有变异是好事 就这个孩子的心率能上下浮动 这是好事 但如果变异消失或者叫极限变平 意味着胎儿宫内储备能力的丧失 反过来 那么极限有变异 有摆动 说明是胎儿健康的表现 这是第一个 一 这就是一 一极限 那三是什么呢 是当胎心率受到 它在公司在整个妊娠期 不可能不受到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嘛 受到哪些外界因素呢 比如说胎动 是最常见的 对吧 那胎动就相当于 我现在让你们出去跑个500米 一样的道理 就是小孩在妈妈宫墙里胎动 其实是蛮费力的一件事 是吧 它动向不容易 翻个身也不容易 所以小孩在费力胎动的时候 他的心率肯定就会这么快 对吧 或者是妈妈宫 宫梭孩子会缺氧 心脏就会代常性的怎么样 心率就会代常性的怎么样 加快 所以呢 一过性变化不仅仅有减速 还有加速 对吧 有加速有减速 那加速不讨论 为什么呢 一过性的加速是胎而良好的表现 所以一过性的加速反而无害 就像健康人 我敢让你出于跑步一样 而且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 跑跑步 对你的心脏和循环系统会更有好处吗 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吗 是吧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减速 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减速 减速有几种呢 三种 所以叫一三嘛 这个三就是三种减速 这三种减速分别是早期减速 变异减速和晚期减速 先讲知识 后讲如何记忆 这是江老师讲课的一贯思误 你先把它理解了 然后呢 我再教你一个记忆的技巧 水到渠成 这个事就解决了 对吧 你死记硬背不能理解 我告诉你 现在的职业医师的题 越考越灵活 死记硬背 是解决不了你难题的 而胎心绝对是个难题 因为它不仅要让你记住 三种减速的特点 它会考它的临床学意义 而这个临床学意义 就是通过这个指标 来看它到底引起了什么病 第一个早期减速 早期减速呢 一般发生在第一产程后期 也就是说 公缩不强的时候 其实这个孩子 一般只有加速 没有减速的 但是到第一产程后期的时候 会出现早期减速 这种减速一般是 公缩时胎头收牙引起的 那各位想一想嘛 为什么公缩时胎头会收牙 小孩头吵架 是吧 妈妈的公斤口在这 这公斤口怎么会开 就是因为公缩推着这个孩子 拿头去撞妈妈的公斤口 把妈妈的公斤口从B的 慢慢撞开了 之后把它撞开了 它才能够怎么样 胎头才能出来 胎儿才能够 从妈妈的子宫箱里出来 所以呢 你看 当有公缩的时候 这个小孩就拿头 抵着妈妈的公斤 是吧 所以胎头就会收牙 而这种 由于胎头收牙 就会引起我们出现 胎心率的一种减速 这种减速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早期减速 早期减速 它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两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 它的下降曲线 与公缩的上升曲线 是同步的 下降的最低点 也就是心率降降降降降到最低点 与我们公缩的最高峰 是相移植的 然后公缩慢慢消失了以后 胎心率也就慢慢恢复正常 所以在这个里面 它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记住两个字 同步 同步 就是两条曲线是同步的 那我们来看图 那大家来看 第一 早期减速的原因 你看 小孩拿头撞妈妈的宫颈 是吧 这图里面看得很清楚 来撞妈妈的宫颈 所以妈妈的宫颈 反过来给小孩头一个压力 所以早期减速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抬头收牙 是吧 那大家看到底下的这条曲线 就是公缩曲线 上面这条曲线 就是心率下降曲线 对吧 那大家来看 那我们来看 当出现公缩的时候 心率开始跌 当公缩最强的时候 心率最低 当公缩效射的时候 心率恢复正常 没有公缩的这个阶段 心率也就没有了减速 等到下一阵公缩出来的时候 心率又开始减慢 当下一阵公缩最高峰的时候 心率降到了最低 当下一阵公缩消失 心率又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才会说 胎心率的整个的曲线变化 与我们公缩曲线变化是同步的 只不过呢 公缩是往上 心率是减速往下 对吧 心率是减速往下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叫同步关系 他们俩叫同步关系 吻合的 这是他的第一大特点 第二大特点 一般来说小孩心率减慢 那在我们眼里面 如果一过心的逮到这个东西 肯定认为是不好的 对吧 那我们肯定就会让这个孕妇 摆左侧卧位 或者吸吸氧 这个减速比较有个性 不受孕妇的体会 或吸氧的变化而改变 那也就意味着 你给他吸氧也罢 你给他这个改成左侧卧位也罢 可能对别的减速有用 对早期减速没用 好 这是第一个早期减速 第二个减速叫变异减速 这个减速最大的特点 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变异 可变 对吧 可变 那这个减速 他与公缩就没有固定关系了 因为他可变嘛 对吧 他与公缩就没有固定关系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心率减他的 公缩公缩他的 他们俩没固定的关系 那你比如说 你看这两次公缩还是比较规律的 但是这孩子的两次心率的下降 完全图形不一样 第一次是个尖锋 V字形的 第二次你看 是个T形的 是吧 有一个平台性 也就是说 他每次减速的表现 是不一样的 也就体现了他的特点 可变 可变 那也就是说 他与公缩没有固定关系 如果考试问到 与公缩 减速与公缩 没有固定关系的是谁 那就是变异减速 但是变异减速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脐带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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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这个原因就是可变的 比如说 小孩往左边一转 哎 压到了这个脐带 那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变异减速 小孩翻个身 回去了 变异减速就消失了 因为为什么呀 脐带不受压了 或者小孩闲着在弓腔里面 闲着无聊 干什么事 锻炼自己的 握拳反射 是吧 他一把握住了自己的脐带 对吧 刚开始还挺闯 是吧 捏着捏着 怎么了 缺氧了 因为脐带是胎儿的生命线 捏着捏着 这个变异减速就出来了 是吧 小孩的心率开始下降 开始缺氧了 捏着捏着 把自己给捏晕过去了 是吧 意识三十 脐带力一消失 手就放掉了 是吧 那这种脐带受压就解除了 那这种变异减速也就消失了 那由于它是可变的 这种减速唯一的优点就是 恢复的快 下降的快 恢复的怎么样 也快 下降很快 迅速 但跌幅很大 有的时候超过七十 超过七十 前面还是一百三 后面 哐一下给你跌到六七十 很吓人的 当然好在这种减速很快就恢复了 你还来不及抢救 他那边 期待受压一解除 小孩的心率就恢复正常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减速 变异减速 变异减速 你看原因 期待在这 期待受压导致的 第三种减速 叫晚期减速 这种减速 你一看原因 你就知道这种减速 不开玩笑了 胎盘功能不了 胎儿功内 这样 所以这种减速 直接就可以作为 胎儿功内窘迫的指振 这个减速 跟胎心 胎心跟功缩 是什么关系呢 是一个叫滞后的关系 为什么说它是滞后的关系呢 就是这种减速出现在高峰 功缩 高峰后 那我们首先来看功缩曲线 那这个时候 功缩开始有了 但这个孩子的心率 仍然是正常的 对吧 等到功缩达到高峰了 这个孩子心率 开始才往下跌 所以我们说 他出现在功缩 高峰后 对吧 然后等到这个孩子的 等到妈妈的功缩 完全消失了 小孩的心率 你看还在这低谷这 然后你看 隔了60秒钟的间歇期 这一段时间没有功缩 本来应该是这个孩子 心率恢复最关键的时候 是吧 有的孩子就快速 就几秒钟就恢复了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说明你的心功能好 你快速就能恢复 结果呢 你看这么长时间的 工作间歇期 心率恢复的非常的慢 好 等到下一阵功缩又来了 你心率刚刚恢复正常 是吧 但是下一阵工作又来了 对吧 所以慢慢慢慢的 小孩心率能恢复正常的时间 就会越来越短 就会越来越短 最后导致这个孩子的心率 就恢复不到正常了 那这个孩子的心率 就会从110 持续性的跌到100 甚至于100以下 那就再回不到110以上了 恢复到这个正常值的范围里面去了 因为他恢复的时间非常的怎么样 长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胎盘功能减退 胎而空内缺小缺氧的一个表现 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三种减送里面 我们考试会考大家哪一些呢 第一个会考原因 第二个会考他的与工作的特点 尤其是胎性率自己变化的一个特点 对吧 这两个是我们在三种减送里面 考试考的最多的 刚才大家呢 听我把整个的知识给大家讲完了 但是这个东西特别的零碎 而且呢很难理解 所以在这呢 我也把它的这个 记忆点要给大家 大家看到 我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张图片 应该大家都认得吧 没有人认不得吧 这玩意叫什么 红绿灯 是吧 实际上红绿灯 红绿灯不止两种颜色 实际上是三种颜色 红黄绿 是吧 那这三种颜色 刚好代表了我们三种减速 那我们首先来看 在这三种减速里面 最好的 而且是正常情况下会出生的 那是哪一种减速呢 就是我们的早期减速 各位想一想 早期减速是胎头受压 而整个的第一产程 实际上这个孩子 总是间歇性的在胎头受压 可以这样告诉大家 整个分泌过程 只要你同命出来之前 你的胎头一直都在受压 所以这种减速 也是我们三种减速中 唯一一个正常的 唯一一个正常的 所以他才是我们的绿灯 绿灯是干嘛的呀 教规学得好的同学都知道 绿灯行 而且叫必须行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必须走 如果你出现了早期减速 在整个妊娠期出现了早期减速 他问你该做产科处理是什么 密切观察 继续分泌 是吧 做什么处理啊 我们分泌方式无外乎两种 对吧 要不然自然分泌 要不然破工产 要不然中间还有个间隔的 叫产前助产 一般产前助产和破工产 都属于干扰 就是干预了产程 是吧 那不干预产程的 就只有一个自然分泌 是吧 那如果说这道题给你早期减速 那也就意味着 没有给你任何病例特征 你必须行 也就是说 必须继续往下升 那第二个 黄灯 黄灯什么特点 各位 开过车子的 或者是在马路上 但凡走过来的同学 应该对黄灯都有影响吧 你们每次遇到黄灯的处理 一样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哪怕同一个黄灯 你每次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是取决于当时此时此刻的 马路情况 是吧 如果 黄灯在那闪了 马路十字路口这交通 特别的复杂 那你可能就一脚刹车 把车子彻底踩定了 等下个绿灯再走 是吧 所以你这次对待黄灯的态度是停 是吧 但是如果你晚上 或者是半夜 对吧 路上都没人 对吧 你看到那个地方 黄灯开始在闪了 可能你一脚油门 踩的就过去了 你那次黄灯的处理就是行 所以对于黄灯的处理 是一个什么特点呢 叫可变 我既然说它可变 没有固定关系 每一次的处理都不一样 对吧 它与公缩也没有固定关系 它的处理也不一定 对吧 那它就是什么减缩 边移减缩 边移减缩最大的特点 就是与公缩没有固定关系 对吧 那我们要看这个边移减缩 它到底有没有进展为 最后一种减缩 也是最糟糕的一种减缩 什么减缩呢 晚期减缩 所以晚期减缩 在我这就是红的 是吧 见到它叫必须停 啥意思呢 自然分泌 必须停下来了 对吧 如果说公口已经开权了 S正三了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S正三是什么 我们到分泌的时候再讲 反正你听到了 公口开权了 是吧 这小孩马上就快出了 S正三了 我们可以产前助产 如果公口没有开权 产生还早的呢 那就立即破空产 不管怎么样 自然分泌 必须停下来 红灯是必须停的 绿灯是必须停的 是吧 所以这个里面 唯一一个可变的 就是谁 边移减缩 边移减缩 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关系的 可变的 所以呢 下回这三种减缩 那什么特点 于公说是什么特点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一想到红绿灯 你就知道这三种减缩 早期减缩 绿灯 对吧 边移减缩 黄灯 对吧 晚期减缩 红灯 那问到他们各自的原因 早期减缩 抬头收压引起的 这是最正常的 边移减缩 可变的 起带收压 间歇性的 对吧 看这个起带收压什么原因 如果是 欠钝性的 没办法恢复的 它自然就会进展 到最后就变成了晚期减缩 所以我们也要等 晚期减缩 出来再做处理 对吧 如果说 一会儿这个孩子心率 就恢复正常了 一过心脏 那就是边移减缩 边移减缩 一般来说 不要求大家做产科处理 它是可变的 是吧 你只要能判断就行了 而这个里面 真正要求你做产科处理的 一定是什么减缩 晚期减缩 所以呢 我也希望大家 在今年2019年 各位很幸运的 在做题目的体干里面 见到谁呢 晚期减缩 你肯定盼着 见晚期减缩了 因为见到晚期减缩 这产科处理就好办了 是吧 要不然破公产 要不然产前入产 对吧 反正不可能密切观察 继续分辨 是吧 好 三种减缩 就给大家讲完了 知识也讲完了 特点也分析了 教大家的记忆点也解释了 好 我们来做题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是我们历年真题中呢 考胎心率减速比较难的一道题 这道题是单年题 所以各位 真的是这样 单年的题目相对要难一点 19年也如此 而且呢 单年很容易考到胎心 所以 红绿灯一定要把它记住 这道题难在哪呢 难在整个从题干到选项这 知识没有提三种减速 但实际上这道题的知识考的就是三种减速 提干给的是三种减速的原因 选项给的是三种减速的特点 首先来看 胎儿的状况良好的 那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宫缩时胎头收压 什么减速啊 早期减速 胎儿受到镇静药物的影响 一般来说呢 这种情况下影响的一般是呼吸 就是新生儿生出来以后有问题 这个也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胎儿宫内缺氧 已经明确缺氧 那肯定就是晚期减速 宫缩时期态手压 兴奋了弥走神经 那就是谁 变异减速 现在把早编晚先写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提干 提干 第一个 说减速出现在宫缩高峰后 就在它的后面 最重要的是你看恢复的慢 对吧 下降的慢 什么都慢 我们的早期减速 我们的变异减速 恢复的都快 只有一个恢复的慢 甚至于到最后 都恢复不了正常 那就是晚期减速 所以这个的临床表现 是谁的呢 是晚期减速的 第二个 说胎性率减速 与公缩没有固定关系 那没有固定关系 那肯定就黄灯了 是吧 下降幅度快 恢复的快 那只要恢复的快 肯定就不会是晚期减速 对吧 到底早期还变异啊 没有固定关系 那肯定就是变异减速了 所以它是变异减速的特点 是吧 这样一写 答理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呢 再难的题 会者都不难 D和E 对吧 第一题是D 第二题是E 好 三讲完了 二 两个实验 一个叫无印记实验 一个叫缩工素的激热实验 这两个实验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也是一个梯队的关系 我们每个孕妇都必须要做的是无印记实验 这个实验呢 无创 每一个孕妇都要做 它是指在无公缩 无外界 负荷刺激的一个情况下 对胎儿进行胎心率和公缩 或者是胎心率胎动 它监测多长时间呢 20分钟 那所以你看啊 这个孕妇的肚子上面 肚子底下 绑的是监测胎心的 因为听胎心一般嘛 胎尾最多的都是旗下嘛 头朝下嘛 都是旗下嘛 对吧 旗下左或者旗下右 你看这个孕妇绑在了右边 是吧 所以它应该是枕右下 是吧 这挺胎心的 上面呢 绑在子宫底这儿的 肯定是监测什么的呀 监测公缩的 一般这种情况 孕妇手上再拿一个小按钮 按不太动的 好 无印记实验的结论有三个 反应型 可疑性 和无反应型 或者我们在 在临床有时候把它称之为 这个叫阴性 无反应型叫阴性 可疑性叫阳性 无印记实验的阳性结论 对吧 那一般来说 我们虽然有三个 但实际上呢 不需要大家背这么多 你也背不下来 是吧 那我把一个分析完 那已不变 应万变 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 哪一个是正常的 我们首先来看看 那各位 来看看这张表 你们告诉我 哪一个是正常的 不要看多 我相信有同学应该找出来 哪一个是正常了吧 看一个极限不就行了吗 是吧 我们正常的胎儿的心率范围 应该是110到160 快了不好 慢了更不好 是吧 所以那一看就知道 哪一个是好的呢 有反应性是好的 或者是阳性指标是好的 所以各位啊 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所有实验阳性指标都不好 最起码HCG实验 阳性说明怀孕了是好事 第二个呢 胎性率的无印记实验 有反应性也是好事 说明这个孩子是正常的 那好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的 首先 心率在110到160之间 第二个 变异 这个变异 到底是变异减速 还是胎性率 基线变异 你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变异的意思 是基线变异 不是变异减速 基线变异 那我们前面说过一基线了 基线变异是有好 还是没有好 肯定是有好 所以正常范围在6到25次 对吧 那反过来 大家看五反应性 你看 基线变异每分钟 小于等于5次 说明这个基线变异怎么样 消失 或者我们说 这个基线开始 再怎么样 再编平了 是吧 编平了 或者出现了正旋波 什么叫正旋波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看了一个波形图 看这个地方给带了波形图 没有 正旋波 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率 非常规律 就这样子 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 就这样子 有点像试缠 是吧 说明这种孩子的基线变异就消失了 是吧 基线变异就完全消失了 而且呢 五反应性 从我们的胎心率的这个基线的每分钟伯出量呢 来看呢 就每分钟的心率来看也是不正常的 尤其这个指标 快的还问题不太大 最怕的就是慢的 心率小于100 那我也祝大家在今年2019年见到这句话 心率小于100 为什么祝你们见到这句话 有同学说 老师你干嘛祝我见到最严重的情况 这就是做题的技巧 你知道吧 就是病越重 临床表现才会越典型 诊断才会越简单 所以你做诊断的时候 你也要知道 越典型的临床表现 越有利于你做诊断 最怕的就是考试给你一个100到110之间 你说它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 但你说它有没有达到 我们必须要处理的严重缺氧的指标 没有 那这种题做起来就非常的 非常的麻烦 对吧 因为我们产科处理的方式太多了 是吧 西西洋 延长运周 破空缠 立即破空缠 还是自然分娩 还是怎么样 对吧 用缩公缩 人工破膜 等等等等 太多了 对吧 所以分娩方式的选择太多 所以你就希望盼着大家能见到最典型 对吧 好 再往下来 减速 对吧 那对于正常的有反应生来说 我们当然是希望见到能加速 但不要见到减速 对吧 虽然我们说早期减速在分娩的过程中 是正常情况下 但是你在妊娠期我可没说你正常 因为 胎头受压一般都是公缩导致的 如果你在妊娠期你的胎头就受压 那你得告诉我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应该说在整个妊娠期你就不应该见到减速 所以最好是没有减速 对吧 反过来 无反应性呢 那又是一个我盼着你们在19年见到的东西 心率又慢 又见到了晚期减速 那这道题他要做 赶紧的吧 想什么呢 赶紧的吧 破工产去吧 是不是 所以他的处理就比较简单 整个关于胎儿供内窘破的处理 在这儿不作为重点 因为我说了 我现在只讲基础知识 所有的病到病理人生里面去讲 所以14个病在病理人生当节等着各位呢 别着急 对吧 处理 那句话你听到没听到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又没有听到我这儿给你的两个标准 一个是心率 小于一把 一个是见到了什么减速 晚期减速 第四个指标 说个没说 差不多 加速 加速没意义 有加速 没加速 问题都不带大 对吧 这个没有意义 最后看处理 各位看到了吧 有反应性是好的 所以不要处理 进一步观察 那不等同于没说吗 继续升 继续认升 对吧 继续观察 继续认升 等到后面要升了 自己升 就这么回事 但是无反应性就不一样了 要不然 立即终止认升 直接碰撒 对吧 要不然 就要进一步对胎儿进行全面的评估 什么胎儿生物理评分 对吧 包括后面我买到掌的另外一个实验 素供素的肌肉实验 都出来了 那大家发现没有 张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只给你们讲两种类型 那哪一种是正常的呢 有反应性是正常的 有反应性要不要备呢 不要备 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对吧 第一 胎心率 极限变异 必须存在 第二 这小孩的心脏有加速 最好不要见到减速 就算见到减速 我也只希望见到早期和变异 别让我见到晚期 是吧 基本上 结论都说过了 反过来 真正要求你掌握的是无反应性 只有无反应性 才提供异常情况 对吧 在这个里面呢 你要记住 第一 极限变异 小于等于 乌次 这叫极限变异消失 对吧 心率低 少于一百次 这个数字最好看 第三 见到了什么减速 晚期减速 对吧 这几个指标记住了 过会下一个实验也好选了 是吧 只有一种类型 我没说 一个字我没说 因为它根本就不可 可疑 这个实验等于白做了 必须要重复做 所以可疑看到了吧 最后的处理就写在这 复查NST 对吧 就是说这个结论 查了就很烦人 凡人在哪 你看心率说不正常吗 那一百到一百一之间 对吧 极限变异 的的确确没有了 对吧 然后呢 有变异减速的存在 所以这个结论就不要说了 对不对 对吧 基本上不会靠大家的 要求大家掌握的 一个正常的 一个缺氧的 是吧 好 我们来看看图 各位 你看 哪张正常 哪张不正常 来 我都啰嗦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来判断一下 上面一张图 是有胎动的时候 心率的变化 下面这张图呢 是有工作的时候 心率的变化 那你们看看 那肯定 第一张是正常的了 叫 有反应性 是吧 有胎动的时候 小孩心率再怎么样 再增加 是吧 没有减速 没有低于120以下的 是吧 更没有低于100或110以下的 那各位来看看下面这张图 这就是无反应性的 你看 有工作存在 本来有工作 小孩心率应该加快 对吧 但是你看 没看到加快 而且最糟糕的是 这个孩子的心率 全部都在100次 这个地方 没有 机械摆动 也没有特别快的 对吧 也没有特别慢 就在100 这样的心 心电图 就像我以前讲课讲到了 你的心脏不变化 那不是一条直线吗 什么人一条直线 私人 所以你看看 这个孩子的行为 太吓人了 就在100这 一条件 我们要在临床上 见到这样的心电图 台心电图 江湖 如果复查了 都没有改变 赶紧的吧 都不一定赶得上了 好 我们刚才讲了 无应急实验 哪怕出现了无反应型 我们可以立即做产科处理 但是呢 由于它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特别强烈的外景因素 可能就是胎动 有的时候小孩长时间不动 你可能还看不到这个病例痣 那我们要复查第二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就是有风险的 叫缩公素的激热实验 缩险呢 叫OCTN 这几个缩险大家要记得 我应急实验叫NST 在这有 NST 缩公素的激热实验叫OCT 或者又叫光缩的应急实验 叫CST 反正这些缩险你要看一下 无应急叫NST NNO 对吧 缩公素的激热实验叫CST NST吧 ST不换 把前面的N换成C就可以了 缩公素激热实验叫OCT 是吧 这两个名字要记住 那在这个里面呢 就说了啊 我们是万元性的给他使用缩公素 诱发他发动公缩 那各位想一想 一旦有了公缩 这个小孩的缺氧表现 一定比胎动引起的那种心率变换 要更加的明显 所以做这个实验有没有风险呢 是有的 是有风险的 有可能遭产 有可能遭产 也有可能引起这个孩子 严重的缺氧 导致呢 我们承受不了的后果 所以做这个实验是有风险的 是有风险的 我们目的是为了呢 去监测看一看 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胎盘功能的问题 去了解胎盘在工作时 一过心缺氧的时候的复合情况 目的是为了去测定胎儿的宫内储备能力 有的小孩一做缩公素激热实验 好了 肛门愧疾 大量胎粉排入到羊水中 形成了羊水污染 虽然我们现在讲羊水污染 不再作为踏尔宫内窮破的指针 但是 我们也不想这小孩在宫内里面 往羊水中排入太分 多脏啊 是不是啊 另外呢 这个产后感染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 对吧 那各位来看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张图 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你看底下有公素 这个小孩引起了心率 一国心的怎么样 加矿 没有特别慢的 120条下线画在这 你看没有心率特别低的 那这张图基本上是缩公素记者实验好的结论 好的结论 那缩公素记者实验是不是都是好的呢 当然不是 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 这个里面最糟糕的就是几类结论呢 三类结论 三类结论 三类结论的结论结果 其实没有心意 就是我们无应激实验的无反应性 那各位来看看是不是的 第一个 太行李极限无便宜 不就是刚才讲的小于等于几 小于等于我 出现了什么减速啊 晚期减速 心 胎性过患 胎性过患 还有什么呢 正学员播 什么叫正学员播呢 看一眼 你看这小孩的心率 好规律啊 对吧 这就叫正学员播 正学员播 那缩公素记者实验做完了 就没有实验可做了 所以一旦这个结论出来了 我们只治疗 不再评估了 对吧 所以立即采取措施 就正确啊 左侧胃胃 吸吸眼 如果再用 它不是用缩公素 诱发公缩了吗 立即停止缩公素的使用 对吧 然后呢 嗯 不行 紧急终止妊娠 那不就破空产吗 是吧 不就破空产吗 所以这个实验的结论 不要额外呗 它实际上就是无影机实验的 无反应性的一个重复 重复 那在这儿我们来看看这两张图 同样呢 学到现在了 来评估一下 哪个是正常的 哪个是不正常的 来 各位来看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 你看 有公缩吧 这个小孩的心率 又一过性的怎么样 加快吧 是吧 一过性的加快 你看 它每次的加快 都跟我们的公缩有关系 对吧 所以这是影子影的 也就是好的 下面这张图 看一看 那有公缩吧 要不然 这个孩子心率 没体现变化 没体现变化 而且在公缩高峰后 你看 小孩的心率跌下来了 对吧 公缩高峰后 小孩的心率跌下来了 这不就是典型的 什么减速啊 晚期减速嘛 是吧 晚期减速嘛 那这就是我们的 阳性结论 是吧 等你们跟江老师 后面基础课 听到这份上 都能看懂这玩意儿了 你的胎心 绝对过关了 无论是你的临床 还是你的这个 职业医师的考试 你都绝对过关了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 各位 这玩意儿是胎心监护 里面最难的 最难的 你现在不仅知道 它不正常 而且还能判断它是什么减速 这在临床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那职业医师考试 各位 江老师的愿望 不仅仅是帮大家过考试 更重要的是 这个考试是一个 职业门槛的考试 也就是说 你考过了这个试以后 拿到了职业医师资格证 你享受了职业的权利的同时 你要尽法律责任和义务 就是说从此以后 你的所有前面 你要承担责任的 是吧 你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呢 我不仅希望我能帮助你考试 更希望能帮助你 做一个合格且优秀的医生 是吧 你不能说 就来背个结论 能考过试 结果我培养了一个 有职业医师资格证的佣医 不问诊断 只问处理 只做处理 看到发烧就用抗烧素 是吧 那这样的一个医生 我觉得 那我就是害了你 让你拿到了证以后 你拿不到证 你可能还不能注意 那你也同样不承担那个风险 是吧 所以在这一定要注意 这可能是最难的一块 我在技术科 费了好大的心思 给大家讲明白了 第三点呢 就是胎儿生物理评分 胎儿生物理评分呢 跟阿普加评分非常像 像在哪呢 你看它的满分也有多少分 十分 最高分也一样 两分 最低分是几分呢 零分 它跟阿普加评分不一样的 就是阿普加评分 还有个一分的评价标准 它没有 所以不会有单数 只会是双数 第二个呢 阿普加评分 叫新生儿阿普加评分 是生出来以后评 这个慢式评分 叫胎儿生物理评分 在妈妈肚子里面评 所以相对来说 胎儿生物理评分 肯定是没有 阿普加评分准确 没有阿普加评分准确 所以它这个里面 没有一个明确的 哪个指标 就是说 就直接说心率多少之类的 不像我们阿普加评分 就直接评到 这个孩子的呼吸频率 这个心率 对吧 它这里面跟阿普加评分 唯一相同的 就是激张力 都评到了激张力 但是那个地方 新生儿生出来以后 看激张力就非常明显 这个是只能在妈妈肚子里面 去看一看 在妈妈肚子里面 去看一看 所以相对来说 胎儿生物理评分呢 准确性肯定没有 阿普加评分 对吧 阿普加评分是作为 新生儿致希的 一个重要指标 是吧 所以你看我们 儿科里面新生儿致希 它的诊断标准 就是阿普加评分 是吧 但是它的评分体系呢 有相同处 8到10分 没有 阿普加评分也是这样 8到10分没有缺氧 从8分朝下 都是缺氧 分越低 缺氧的越厉害 所以它们两个呢 都基本上4分 都是一个零件质 新生儿阿普加评分 4分以下的 也是严重缺氧 这个胎儿生物理评分 也是一样 4分以下的 严重缺氧 所以我也不需要 大家记忆那么多 就是说 能掌握评分项目 然后呢 能掌握评分标准 就可以了 具体的评分内容 就不要大家去背了 胎儿生物理评分 有五应急实验 胎儿呼吸运动 胎动 激张力 羊水量 基本上都跟运动有关 都跟运动有关 五应急实验 看的就是 胎动和心率的关系 是吧 呼吸运动 胎动 激张力也是 看这个孩子 有没有运动 是不是啊 所以它这个 基本上都是动 跟运动有关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羊水量 羊水比 最大的液体胺 区域掉大于等于 两厘米 大于等于两厘米 另外一个呢 胎儿生物理评分 的特殊性在哪呢 就是零分标准 如果是心上儿 up加评分 零分这孩子 就绝对死了 心率为零 呼吸为零 激张力为零 对吧 这个 呼反射为零 对吧 那肯定就是死的 但是 胎儿生物物理评分 可没说它是死的 因为这里面 没有完全的心率消失 胎儿只有一个标准 评价它死亡 就是心率完全没有 心率为零 对吧 这里面没有心率这个指标 所以呢 胎儿生物理评分 零分的标准 仍然是缺氧 急性加慢性 急性加慢性 急慢性缺氧 好 到这儿 我的两个实验 加上胎儿生物理评分 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讲完以后呢 我们来做个总结 做个总结 一极限 胎性率极限摆动 是健康的 一过性变化里面有加速 三个减速 三减速 早期建议减速 变异减速 晚期减速 这一张PPT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存 这是你复习我们 胎儿宫内检测 一个重要的提示 所以我 所有结论 除了搜空素 激热实验的结论 我给了以外 别的结论我都不给 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去推荡 那每一个孕妇 到妊娠晚期 必须要做无应急实验 无应急实验 会有两个结论 有反应性和无反应性 如果有反应性 那就说明 这个孩子是好的 继续忍生 你想生 也可以自然分辨 如果是无反应性 要不然破工产 要不然直接做处理 破工产 要不然就要做 第二个实验 缩公素 激热实验 缩公素 激热实验 阳性结论 它是检测 胎盘功能的 阳性结论 胎性率 机械 没有变化了 同时伴随 有什么减速 晚期减速 或者是出现了 震线波 胎性率过缓 小于100亿 或者小于100 那最后 胎也只能怎么样 破工产 还有一个 没有up加评分 准的东西 叫胎儿生物物理评分 叫慢式评分法 8到10分 没有缺氧 那4分以下 肯定是有问题的 0分 没死 这是非常严重的 进化性缺氧 这档PPT 我希望大家 在基础课这 给我爆料了 以后无论是冲刺课 还是死体课 就顺着这个脉络 来推到我们的 1322 对吧 好 两个实验在外了 两个功能检查 一个就是 胎盘功能检查 这个知识点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两年 特别热重考它 另外这个知识点 大家也看到了 我用特殊的 湖蓝色标出来了 说明它又是 我们今年的一个 新点 新点的意思 那1234 四条指标 这四条指标里面 只有一条指标 各位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缩公素 激热实验 阳性指标 无应急实验 无反应型 要做缩公素 激热实验 缩公素 激热实验 阳性 就提示 台盘功能减退 干一死 小孩肯定长不好 还不如赶紧把它掏出来 醋废成熟 掏出来 是吧 那么前面三项指标 变化的主要是在 第一条这儿 原来呢 我们强调 胎动一定要给我几个数次 小于等于五次啊 小于六次 每两小时 那不就小于等于五吗 现在呢 反而容易了 意思也就是说 不需要你告诉我 具体减少了多少 你只要知道 它在减少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指标 作为诊断来讲 它的准确性是很差的 到医院来 主要是靠我们的 实验室检查 对吧 你做个B超 看一下有没有心率 再做个胎性监护 对吧 不就行了吗 那如果从实验室检查 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抽 这个抽血 血清的 胎盘生乳素 胎盘生乳素 小于四 那一般提示 胎盘功能减退 因为胎盘生乳素 是胎盘分泌的 第二个呢 测尿中的磁三醇 或者是尿中的 磁激素 与鸡肝的笔质 它们两个诊断指标 是一样的 大于15是正常的 小于10是危险质 小于10是危险质 另外一个 尤离磁三醇 尤离磁三醇呢 抽血大 这个就不作为重点了 临界值40 低于这个值 一般我们 还没有考到这个 基本上我要求大家 基础课我都会讲到 但是冲刺课 我要求大家 掌握的是这个 尿的更容易得到 是吧 15以上为正常 10以下为危险 胎盘生乳素 早于4为异常 无应急实验 松宿技术实验 我就不说了 胎动今年最简单 只要少了就可以了 来看看 2018年这道题 提示胎盘功能 正常的情况是 他问的不是异常 是正常 那谁是正常呢 第一个答 磁三醇 与鸡干的比之大于 小于10为异常 胎盘生乳素 小于4 或者是突然降了50% NST 无反应 OCT 阳性 胎动 只要少了 多不怕 怕的就少了 这孩子不动了 这孩子烦躁 肯定是有问题 但这孩子不动了 那就危险了 对吧 但不动了并不代表一定死了 不动了赶紧去医院 是吧 到医院去 一般胎动消失 而是4小时内 胎心才会消失 还来得及 如果到医院去 医生告诉你 胎心没了 那就来不及了 好 最后一个功能检查 就是胎儿的成熟度检查 胎儿成熟度检查 两项指标 一项指标 B超 两小孩头的双领镜 一定要大于8.5 但又不能超过10 超过10叫巨大 一般双领镜的平均值是9.3 9.3 大了不好 小了不好 就这样 第二个呢 就是有创的检查 这是无创的检查 有创的检查 经营秧膜墙 羊水战刺 你看在鼻潮的阴导下 作为羊水穿� 抽羊水 查暖磷值 与翘磷值的笔值 大于耳不提示 他耳非成熟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不关心别的熟没熟 我们只关心这个小孩 肺熟没熟 只要肺熟了 呼吸这一关过了 别的我们都可以到 这个早产儿的 新少年暖箱里面 去慢慢一样 慢慢一样 所以相对来说 呼吸问题解决了 不会缺氧 那我们的脑部的损伤 就会小很多 那么脑部的损伤就会小很多 并发症就会少很多 那么早产儿就会小很多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不关心别的熟没熟 我们只关心这个小孩 肺熟没熟 只要肺熟了 呼吸这一关过了 别的我们都可以到 这个早产儿的 新少年暖箱里面 去慢慢一样 慢慢一样 所以相对来说 呼吸问题解决了 不会缺氧 那我们的脑部的损伤 就会小很多 并发症就会少很多 那么早产儿的育后 也就会好很多 对吧 第二个实验 比较少 知道一下就行 这个羊水 你能抽多少 做这个泡沫 或震荡实验 说如果这个 形成一个完整的泡沫环 就说明肺沉输了 那肯定做的更多的是他了 这得多少才能形成 这个泡沫环 是不是 好 到这儿 我们的第四大脸 就急着输了 一坐大蟹又爬过来了 第五大脸 运气用药 那我们作为常识 大家都知道的 运气最好别生病 生病了也最好 能不吃药 但是这只是最好 运气仍然有人生病 生病了仍然有人吃药 所以呢 我们关心的不是不吃药 我们关心的是怎么吃药 用药安全吗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 运气用药 到底对胎儿有什么样的影响 运气用药的基本原则 以及药物对胎儿的危害性等级 首先来看第一点 药物对胎儿的影响 你要说没影响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要不然我们怎么害怕吃药呢 是不是 但你说一定有影响 也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胎盘屏障 所以呢 在认身生理里面就讲光 只要你过不了胎盘屏障 基本上这个药物 就不会作用在胎儿身上 但是但凡能过胎盘屏障 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药物 对胎儿有没有知己作用 也不是说所有过胎盘屏障 都对孩子不好 有的药物对胎儿没有知己作用 那过去了就过去了 也没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要讨论的是 能过胎盘屏障 或者是破坏胎盘屏障 又对胎儿有知己作用的药物 那一般来说 认身12周以内 就是早期我们看不出来的时候 恰恰这个时候 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的高峰时间 也是药物的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 知己期 所以一般有的药物早期尽量 能不用就不要用 那中晚期可能就好很多 好很多 第二个 孕期用药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呢 可能跟药理学老师的原则不一样 药理学老师一般都说能联合不单一 能大剂量充饥别小剂量治疗 对吧 能用新药别用旧药 但是我这儿的原则为了保护 其实不是说这些药物用起来 对孕妇的治病效果更好 而是为了保护胎儿 我们叫投鼠忌气 懂了吧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原则全是反当 能单一用药不联合 对吧 能小剂量用药别大剂量充饥 对吧 能用旧药 一般旧药分子量比较大 不容易通过抬盘屏障 那就不要用新药 如果这个药 又明确对胎儿有治疾作用 这个孕妇又不得不用 那你明确知道这个药物有治疾作用 千万别堵 千万别堵 有的孕妇说 我能不能边用着药 我边怀着孕 千万别堵 不得不用 先流产 先把妊娠终止了 我们再用药 所以底下这张图说的很好 孕妻不能随便的用药 并不代表孕妻不能用药 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有哪些药物是孕妻可以用的 在具体看药物之前 我们来做道题 这道题很简单 我们产科讲 等到后面儿科呢 其实在前面讲到这个认身 整个的这个新生儿 儿科的医生的特点的时候 也会讲到这个知识 所以受到外界影响 导致妖者 畸形遗传疾病的胎龄 十二周之间 好 第三个呢 就是药物对胎儿的危险性等级 那美国将药物对胎胎和胎儿的危险性等级 分成了A B C D X五个等级 这五个等级里面呢 都是看他做了什么样的实验 你像这个 A 等级 经过了临床对照实验 明确指出 对胎胎和胎儿危害性是最小的 基本上属于无脂肌类的药物 那像适量的维生素 整个认身器有的这个孕妇 挑食 饮食结构不均衡 那我们就需要 适量的补充一点维生素 对吧 而且现在你看很多孕妇吃的维生素 都叫复合性维生素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 维生素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第二块呢 就是B 级药物 这一类的药物呢 我们要在医生的观察下使用 就是这些药物经过临床实验 经过临床实验 应该说对胚胎 没有什么多大影响 但是药物质量使用的时间 和什么情况下用 我们是要监控的 所以一般呢 都会在专科医生 和妇产科医生 共同的协助下 会请妇产科医生去会诊 对吧 或者是妇产科医生 会请专科医生来会诊 这种情况下再去选用 那这四个药物在我们的 疾病治疗里面就会提到 青霉素 红霉素 抗生素 对吧 低高心 心脏病病人用的 胰岛素 妊娠期糖尿病 对吧 所以妊娠期糖尿病 是不能口服降血糖药物的 只能使用胰岛素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糖尿病 C类 D类 X类 那这几类 我们就不说了 全部都是不能用的 全部都是不能用的 对吧 你像后面的什么 义柄情 眼颈 抗肩盒类的 对吧 硫酸 裂霉素 对吧 四环素类的 这明显的就是不能用的 还有更厉害的 甲胺蝶瓶 化疗药物 乙烯 此分 所以我们在后面 这个 化疗药物 甲胺蝶瓶是化疗药物 对吧 此激素 所以我们会在后面 妊娠里面就会提到 如果这个女性 吃了病药 又怀上了 这个孩子一般是不能要的 就是因为病药里面 含有大量的磁激素 第二个 我们会用甲胺蝶瓶 治疗这个肿瘤 或者是用甲胺蝶瓶 来治疗异位人身的时候 后来结果发现 这个异位人身 又到宫腔里面去了 真有这种情况 就把它误诊为异位人身 但是 胚胎也没上司 对吧 又进宫腔了 也是一个宫内人身了 这孩子能不能要呢 也是不能要的 因为你已经用了 甲胺蝶瓶了 已经用了甲胺蝶瓶了 所以这个里面呢 掌握一下A类B类就行了 X类的这两个药物 稍微有点影响 就可以了 好 到这儿 我们的第五单元 全部讲完了 这个单元 两座高山 一座高山 是在我们的孕妇监户里面 主要是骨盆的内外测量 和骨盆的三大平面 还有一座高山 就是踏儿监户里面的 一三二二一个极限 三种减速 两个实验 两个功能检查 今年还加了一个 胎儿生物理评分 往连这块知识 是只讲结论 不讲胎儿生物理评分 今年加进来了 所以你的评分项目 最高分最低分 以及评分的 临床学意义 我在基础课这儿 也作为重点讲了 那么这是一个总结 具体的内容呢 我们在课程里面 讲的非常详细了 如果有什么缺差的话 希望同学们 反馈回来 我们通过直播课 再给大家不缺不缺 好 到这儿呢 我们第五单 女人的课程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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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